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韩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国事局表示 这批纾困支票的发放 绝大多数将透过电子转送完成 数据显示 莫德纳疫苗接种两剂之后 六个月有效率达90% 莫德纳公司表示 该公司的COVID-19疫苗 在注射第二剂之后的第六个月内 对COVID的有效预防作用超过90% 对预防重症有效率超过95% 这些数据是在4月9日之前 评估了900多个新冠病例 其中还包括100多个重症病例 所做出的结果 CDC研究 飞机空出中间座位 可减少57%的新冠风险 CNN报导 根据CDC发布的研究报告 与飞机客满相比 当中间座位空置时 在单通道或双通道飞机上 暴露于新冠病毒的风险 可降低至23%至57% 这项分析并没有衡量戴口罩的影响 而目前在飞行中规定戴口罩是必须的 防疫情群聚 Airbnb禁止无正面评价用户 国庆长周末预定房源 Airbnb宣布 在美国国庆日长周末期间 没有正面评价记录的用户 将被禁止预定房间 有正面评价记录的房客 才能获得订房资格 与此同时Airbnb还要求房主加强房屋清洁 Airbnb这项规定是希望能借此 解决健康安全和客人不良行为的问题 中天中望整理报导 大家 提前 私 ач